我们给航天员配备了 120多种品种的航天食品 有各类的航天食品 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食物周期是按一个星期来算 就是说可能我们重复 的重复率是很低的 我们的航天食品 是对四次任务的 就是成组的12个航天员 我们这次在空间站 配了太空厨房 有微波炉 所以我们的食品 加热的这种手段 就是比以往 是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航天员吃东西 他只要愿意都可以吃热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怀面 周知语 在空间站中的 对星期间 其实是如此 高级组 我们这次在空间站里的 感谢观看